嗨小朋友处理平安 欢迎回到我们线上主日学 这个星期你过得好吗 因为疫情恶劣的关系 小朋友现在都得留在家里 线上上课 那你在家里上课开心吗 有没有专心地上课呢 无论在哪里 我们都一定要好好珍惜求学机会哦 那在接下来的敬拜和圣经功课 老师也希望你们一样能专心地学习 宣招 我爱耶和华 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他记下我侧耳 我一生要求告他 诗篇116篇一至二解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每天都看顾我 谢谢耶稣为我死在十家上 拯救我 我虽然不好 但你却无条件地爱我 接纳我成为你的儿女 我祈求圣灵帮助我 能每一天都学习依靠主 过逃主喜悦的生活 从我们想到马来西亚 新冠肺炎疫情日渐严重 我们心里难过 求主怜悯 帮助我们的国家人民 都能遵守SOP 同心合力度过这难关 更求你特别照顾义务人员 保守他们平安健康 这时候 特别求主给我赚助的心 来上主入学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小朋友 当我们看见彩虹的时候 我们要想起主耶稣的爱 因为他爱的约定是不改变的 我曾旦噪雨的天智 是你微笑的样子 告诉我你是爱 爱的约定不更改 一二三四五六七 谢谢天赋的兴许 告诉我你头在 蓝天寻着我 赛火 彩虹 光端彩虹 告诉我 天赋爸爸就是爱 你越笑脸帮助我 彩虹 彩虹 弯弯彩虹 告诉我 你越越保护我 你爱环绕我 红着花绿蓝点子 是你微笑的样子 告诉我 你是爱 爱的愿意不更改 一二三四五六七 谢谢天赋的应许 告诉我 你同在 恶恋续着我 彩虹 彩虹 弯弯彩虹 告诉我 天赋爸爸就是爱 你越笑脸帮助我 彩虹 彩虹 弯弯彩虹 告诉我 你越越保护我 你爱环绕我 彩虹 彩虹 弯弯彩虹 告诉我 天赋爸爸就是爱 你越笑脸帮助我 彩虹 彩虹 弯弯彩虹 彩虹 彩虹 不管你爱环绕我 在三周的故事中提到了彼得 因为害怕人而三次不论耶稣 事后彼得非常后悔 也怀疑耶稣是否会饶恕他 小朋友想一想 如果你是耶稣 你会生气他及对他失望吗 在今天的故事中 你将会了解到 复活后的耶稣 怎么样对待犯了错的彼得 他怎么样使彼得重新得利 犹太宗教领袖及罗马长官彼拉多 审问耶稣后 虽然查不出他的罪 却仍然把他钉死在狮子架 结束时候 亚历马太的约瑟 向彼拉多要了他的尸体 放在一个新的坟墓里 然后用大石塞住坟墓口 三天后 莫达拉的玛利亚和几位妇女来到坟墓 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就急忙跑去告诉门徒 彼得和约翰听到后 就立刻跑去耶稣的坟墓 玛利亚没有说错 大石头已经挪开了 把鬼耶稣身体的布和头巾扔在 但耶稣却不见了 小朋友 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已经先往加利利去 门徒可以在那里与他见面 耶稣复活后 神多次向门徒显现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看看耶稣怎么样向门徒显现 并改变彼得的生命 后来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 又向门徒显现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 西门彼得绰号双胞胎的多玛 加利利的嫁拿人拉旦叶 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以及其他两个门徒都在一起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 我要去打鱼了 众人说 我们也跟你去 于是他们就出去上了船 但那一夜 什么也没有打到 天将破晓的时候 耶稣站在岸上 但门徒都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朋友们 打到鱼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 耶稣说 把船的右边下网 就会打到鱼 于是他们照着他的话 把网撒下去 网到的鱼 多到连网都拉不动 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对彼得说 是主 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 一听见是主 立刻树上外衣 跳进海里 其他门徒离岸不远 约有一百米 他们随后用船 把那一网鱼拖到岸边 他们上岸后 看见鱼堆探火 上面有鱼和饼 耶稣说 拿几条刚打的鱼来 西门彼得就上船把网拉上岸 网里一共有一百五十三条大鱼 虽然鱼这么多 网却没有破 耶稣又说 你们来吃早餐吧 没有一个门徒敢问他是谁 他们都知道他是主 耶稣就过来 把饼和鱼分给他们 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后 第三次向门徒显现 吃过早餐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比这些人更爱我吗 彼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问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要牧羊我的羊 耶稣第三次问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一连三次这样问他 就难过起来 于是对耶稣说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要喂养我的羊 耶稣连三次都问彼得 同样的问题 彼得 你爱我吗 而彼得听到后 他怎样回答耶稣 他说 是的 主 你知道我爱你 第二次也是这样回答 主耶稣 当耶稣在问第三次的时候 哦 彼得好像很忧愁了 啊 耶稣好像不相信我 他就回答耶稣说 是的 主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为什么要问彼得 三次同样的问题呢 哦 原来 耶稣要彼得明白 他已经完全牢恕他 而且 他要彼得振作起来 更努力的来侍奉主 现在老师要用一个科学实验 来帮助你们更加明白 最得盛名的重要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来彼得成为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 每个人都会做错事 小朋友,想一想你生活中有做错事吗? 例如生气、骂人、不听父母的话、还有说谎话等等 如果你做错了,就要认错,请求原谅 你们看看这张图 耶稣拥抱,钉食祂的冰冰 主耶稣已经给我们立了最好的榜样 我们也需要去饶恕别人犯的错 好像天父饶恕我们的罪一样 小朋友,现在花些时间回想你上个星期的生活 将你上星期曾做错事写下来 然后写下你上神的祷告 你可以参考以下这个祷告文 亲爱的天父 我知道我对爸爸妈妈没有礼貌 是你不喜欢的 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请你帮助我悔改认错 谢谢你的赦免 让我一起来学习今天的经句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当我们做了错事 和不听从神话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 告诉上帝,我做错了 那当我们向神认错 神会为我们做什么呢? 经文的后半句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会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所犯的各种过错 小朋友 让我们现在一起开身 把这经文再读过一次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 一章九节 小朋友请注意 这个星期开始 你们可以在第一场 及第二场主力学时间 把身教官交到主力学办公室 交上时 请注明姓名 惨别及班级 让我们以诸祷文 为我们的结束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愿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就我们脱离那恶者 因为国度 全病和荣耀 全是富得 直到永远 阿们 小朋友们下课咯 谢谢你们的参与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